綠島鄉難得的五級地震 如同鄉帶會質詢氣氛一般搖搖晃晃 譬如我們歷道人說的 叫五山也會驚過 那家事他會叫這條路走嗎 這是他的生態觀念嗎 是不是這樣說 所以我請問你 他要做我們 他要去影響到家事都 噢 竟然你忙去大路 這就是我們人類所做出來的路 讓我們的姿勢走這座 表面這座 這不可能的事情 上午議程由代表林志鴻 針對東莞處在綠島地區的公共工程 表示強烈不滿 尤其針對路燈部分 認為生態步道為了要保護動物 而罔顧人命 漁民在漁港因為磚塊突起 危險事件頻傳 更有漁民因為不慎發生了死亡案件 問題官媒在這裡看的地方 而公所表示將極力處理 會議當中相待陳建平 針對綠島鄉的新辦公社工程標案提出質疑 認為標案過程內神通外鬼 為何開標金一千九百萬 得標金額也是一千九百萬 認為議員不差內情不單純 標金額也是一千九百萬 上升公司的負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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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責 我訂的底價 他標的底價跟我一樣 並不表示說我們有違法 你看看 你看看這間公司的關係 關係你是什麼人 報告陳代表 你請坐 你請坐 你已經沒有違法 你請坐 我沒有 你請坐 鄉公所部分由財經課長連月蘭回覆 由於資料代不齊全引發不滿 當中鄉長李述岔認為 相待所言不實開始反擊 三位 我是蘇晨放 鄭思琳一個是 他們是親戚 對嘛 這個跟鄉長有沒有親戚關係 有 對嗎 不是為了自己而已 你聽到嗎 等一下 你起來 我回答一下 我們連課長 你在這邊檢舉的時候 他回去馬上作業 把你檢舉的意思 向那個 現在我去 去送文 那你的提案是 慢到鄉公所 不是鄉公所 不跟你附見 可能你附會了 謝謝 綠島鄉這一次的鄉代會 各鄉代有備而來 而公所部分 各科主管嚴正以待 綠島的問題 是否有如鄉代所成熟如此 本台也將陸續後續報道 東台新聞政大方 溫格張運成 田葛迪馬 綠島相報道 也 學習 了 綠島